我的乖乖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现在的豪华品牌优惠力度也太大了吧 就像以下车四款车型优惠能够达到10万 不仅如此 他们的三大件还特别的耐用 这让同级别车型怎么活呀 尤其是最后一款车型狂降11万 各方面表现都是非常的让人满意 性价比有多高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宝马XC 官方制造价279,800到339,800 目前终端优惠能够达到96,800 入门级车型已经跌至18,800 8500就能够入手了 有如此大的降幅 这是因为它的入门集成型搭载的是1.5T三缸机 而它的2.0T版本又会并不大 我感觉这款车就是来割我们国人韭菜的 并且它的马力只有140 扭矩也才220 匹配的是7档湿式双离合 这套动力系统前期开着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但真正等你开个五六年之后 三缸机的缺点会被无限放大 到时候能够让你修到怀疑人生 不过好在它的空间方面还是比较宽敞的 车长4米565 轴距2米780 坐镜后排也是比较舒服 再加上底盘方面 采用的是卖幅迅士和多连杆士足以显价 操控方面调教对得起宝马二字 而在配置方面搭载了五个气囊 倒车影像 四种驾驶模式切换 以及可开启的全景天装也是都有配备 在这方面的表现它也是比较良心 不仅如此 10.25英寸的中共屏以及氛围灯 科技感和豪华感在这一方面也是仅次于奔驰的存在 如果你预算充足 那么也可以考虑它的领先版本 优惠完以后的价位是在223万 搭载了2.0T放冷机 马力192 扭矩280 动力强劲 并且百公里油耗低至6.2 开出去也是比较有面子 满足你山崖班待步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此你会入手它吗 第二款奔驰JLE 这款就在动力方面是分为1.3T和2.0T两个版本 马力能够达到163和19 扭矩能够达到250和300 匹配的是7档8档实式双离合 预算充足 还是建议你日时代的2.0T入门级版本 现在优惠完以后只需要R25万多就能够入手 而这个价格可以说买个丰田汉兰达都比较费劲 并且在配置方面是比较丰富 全系标配6个气囊 前方碰撞预警 主被动安全系统 以及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 64色的氛围灯 无论是配置还是科技感 营造的都是比较到位 空间方面在同级别身中也是有着不错的优势 车长达到了4米427 轴距2米729 后排也是支持比例放倒 能够让你享受不错的驾程体验 以及宽敞的后备箱手机 现在R25万多就能够入手一款热门SUV 你会心动吗 第三款奥迪A6L 它是与宝马5系奔驰翼同级别的车型 这款车之所以能够在中大型车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就是因为它拥有着高性价比 以及器皿的售价 再加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外观 而就连我在内也是非常想要入手这款车 这款车终端优惠能够达到11万1500 入门几成现在只需要348400就能够入手了 而优惠一号的价位和宝马3系的价格差不多 就这一点它就俘虏了不少消费者心 而在动力方面是分为高低功率 马力19和245 扭矩320和370 匹配的都是7档适式装力盒 不仅动力强劲入手也是比较划算 建议你入手带的甄选质牙版 虽然配置方面相比豪华动感型差不了太多 但要知道的是它是高功率版本 动力方面明显要强劲不少 而且还是一款热销车型 并且百公里号低至7.2 加速能够达到7.8 说它是一台优雅的绅士都不为过 而在空间方面也是有着不足的表现 超长达到了5米038 轴距3024 作为一款中大型行政轿轿车 可以说深受各界经营人士的喜爱 并且一度成为了官方用车 这都要得益于它沉稳的外观 以及车内超大的空间 如果说给你328万的预算 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第四款日产楼兰 它也是有着过山车式的经历 就是因为这款车在之前定价高达50万 匹配的是3.5升发冷机 定位与奥迪Q7同级 只不过因为做出了错误的估计 让这款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现在这款车官方指导价是在 R288800到R284800 优惠能够达了4万5 入门几天已经跌至19万多 从50万跌至19万多 半价出手啊 它不是王炸车型 谁是王炸车型啊 并且在动力方面的表现也不错 R5升的发冷机 186的马力 243的扭矩 以及CVT变子箱 可以说要动力有动力 并且车长达到4米89 轴距2米83 也是要空间有空间 再加上质量稳定 超级省油 可以说现在这款车性价比非常的高 而在配置方面 全系标配6个安全气囊 就成这一点 它已经碾压了很多同级别车型了 对于这样一款王炸车型 你会入手吗 以上4款车型 如果是你 你会考虑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